南投路骨傳出虎頭峰攻擊人意外 今天中午傳出有六名遊客被遮傷 南投縣消防局獲報後出動四個分隊 將傷患送醫 經過救治之後 所幸都是輕傷 沒有生命危險 救護車趕往現場 好幾名傷患受到驚嚇 看起來驚恐未定 而身上也有多處遭到風遮的痕跡 救護人員初步減傷處理後 將傷者送往南投竹山秀船醫院 二十八號中午左右 這隻來自桃園的旅行團 一行十四人前往南投路骨 鳳凰谷鳥園旁的鳳凰山步道践行 但卻疑似被虎頭峰攻擊 六人因此被遮傷 其中兩個人傷勢較重 出現呼吸急促的症狀 其餘四個人則是釘鳥處疼痛 所幸都沒有生命危險 消防員員表示 由於和傷者接觸時已經離開事發地點 是被何種虎頭峰遮傷還要進一步釐清 而最近虎頭峰攻擊的事件頻傳 在九月二十號甚至有隻二十人的登山 在瑞芳山區遭到攻擊造成二十九傷 專家提醒民眾登山時應該避免穿著深色衣物 以及噴灑香水 如果發現少量的風群出沒 應該繞到壁開 一旦被遮的話 也要避免使用鞍水或是尿液 以免延誤舊衣的黃金時機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南投報導